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希望我們別掉了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APP 好 今天 天體節手有官方又釋出一些消息了齁 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BOSS級的怪物 然後歷代角色 然後怪物們也緊隨氣候 然後我們先直接看一下重點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圖片 左邊這隻很像那個鬼王 有沒有 鬼迫失亡 然後右邊這一個是什麼 看不太出來 一個火焰纏繞 不知道是哪一隻 好 然後文章有寫說 他都藏在靈勇光源的關卡之中 應該是手遊裡面某一個關卡 然後有幾個下面有幾個怪物 分別把手 第一隻是鋼龐鬼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些動畫 放輕一點 這GIFT圖 這隻主角吧 主角的名字叫什麼 為慈良是不是 我那GIFT圖有點模糊齁 然後這一個 下面這一隻是指韻 他拿槍是不是 類似機關閃的武器 對 機關閃的武器 然後帶雷屬性吧 好 以前長這樣 大家有印象的嗎 呵呵 然後再來是死眼鬼族 好 來我看一下 這隻角色 這應該是自創的 哇 他會飛耶 有點像劍聖齁 他叫陽 雲 左 是不是跟劍聖有關啊 還蠻帥的 看起來是光屬性是不是 還是火屬性 應該是火 OK 好 下面這一張 這個叫魚蜥吧 在我們動畫 有看到這隻角色 呃 都防禦 沒有攻擊 OK 我差那麼多 以前瘦瘦小小的 在手遊變 很大一隻 OK 那幽王嗎 好 給他換一下 放近一點 這隻是青鑼 好像主要都是怪物的 打擊的效果 喔 青鑼是冰屬性的 是不是 OK 喔 又是這一個 陽雲 左 這是 欸他會飛耶 喔 不一樣的招式 跟剛剛看不太一樣 這關掉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帥喔 我覺得 我們很期待這個手遊的 至少動畫 蠻帥的 好 不是動畫 這是攻擊的 攻擊的 那個打擊的效果 看起來應該還蠻不錯的 好 以前的 以前的樣子 長這樣 大家有印象嗎 然後再來 這邊有一個 叫做 一個創命之間 應該是手遊的關卡 然後 裡面的怪物叫 鬼魄師王 大家有印象嗎 十分駭人 哇 他改了好多喔 看到陰劍屏 對戰鬼魄師王 大家有印象嗎 在天天節的 呃 第幾關啊 第幾幕 第15幕 然後在20次會合之前 擊敗夏侯儀 然後4回合內 擊倒鬼魄師王 夏侯儀就會加入了 這招火靈神劍嗎 還蠻像的 欸 鬼魄師王有兵屬性喔 不是物理攻擊嗎 好酷喔 我剛剛鬼魄師王的 很激動欸 葬 送葬冰金 為什麼是兵屬性的 但他純物理攻擊啊 要不然至少要是那種 像夏侯儀那種 血法才對啊 這邊會講說 呃 鬼魄師王是屬於大體積BOSS 會佔據三層三的格子 可以從任意角後進行攻擊 那又大範圍的AOE招式 OK 好 那以前鬼魄師王長怎樣呢 給大家看一下 來 長這樣 我的頻道裡面 在Lag 這個 走得很慢喔 以前長這樣 畫素差這麼多 他攻擊招式嗎 給大家看完好了 好 就是這樣 然後他攻擊招式嗎 看一下喔 可不可以沒有防 應該有啦 這裡 這寵物理攻擊啊 差很多喔 OK好 好 好我再回來 OK 這次主要的情報是這個 我覺得這邊 四處的情報蠻多了 看到很多角色 好 然後還有一個 520的時候 有個精美海報 還不錯啊 好剛剛就是這隻 左邊左上有這隻 紫韻 用好像機關閃的樣子 木龍玄機 這應該是風寒月吧 右邊這一個 然後右上角這個不知道是誰 放大好了 這隻也不知道是誰 很像貓的這一隻 中間這一隻 冰裡左邊也不知道是誰 隱隱皇是不是主要角色啊 放在中間耶 風寒月怎麼放在右邊 他是風寒月還是 龍夜 應該是龍夜吧 對龍夜 隱隱皇右邊這個是龍夜 看起來是龍夜 還有嗎 手機閉紙 OK 其實還不錯啊 我覺得繪畫蠻好的 冰裡怎麼臉紅了 OK 然後今天還有支出一點情報 好 一個是官方主播團的名單公佈 這跟我沒關係 然後再來是策劃第三彈 欸 找不到伺服器 為什麼 等一次 好有了 然後你看這邊有個GIFT 就是你輸的話也要有敗證 OK 然後這邊主要跟大家講的是呢 呃他們會在每個關卡設定一些藍的 藍的地方 但這種藍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是說是用解謎 或是選擇 那 解謎的話 喔就是類似收集材料啦 然後 這就是結局會不同 欸會影響到後面的結局嗎 像七色營落 然後在選擇 他就說在營地或關卡中 體驗劇情同時會命定諸多選擇 OK 是有選項難以選之類的吧 嗯 手遊中對於選項的選擇 會影響故事劇情走向嗎 會不會有特殊 特殊事件或影響結局 選擇上 文中提及的選擇要素 每段劇情都環環相口 存在必然的聯繫 通過於選擇 遊戲中產生實際的反饋 將會解鎖生成的劇情內容 跟隱藏關卡 過過觀看人物間的故障 情節少俠可以獲得月曆值 累積可獲得晚曆講法的同時 也會讓你對劇情的發展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這些選擇會直接 直起靈魂的拷問 只願世間在無奈 無奈兩人之事 都謹慎回答 也就是說只能選一次是不是 沒有講很清楚 戰場上會有哪些戰局對 產生影響的力氣 喔這邊比較重要喔 這邊是講說 會有機關 這邊有什麼吃蘑菇啊 什麼的 還有巨碼 就是站在旁邊可以撿傷之類的 哇弄弄複雜喔 地形啊 地形就是什麼 有針岩、酸洞、電場魔術之類的 那應該是說 你站在針岩的地方放 火屬性的法術會加成之類的吧 喔有地理、黃金、變化 那就很難捏 還有PVP OK就這樣 主要就這樣 好啦 那這集到這邊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 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 希望大家對這款遊戲有更多的想法 歡迎到我的頻道幾下留言 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到時候官方台灣有出的話 可以一起玩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